二妹 大姐 怎么样 有看到龙儿吗 没有找到 你说他躲哪儿去了 大姐 二姐 三妹 可有龙儿的下落 没看见 真是的 这龙儿怎么这么挑战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 大姐 不如我们去龙儿的房间找一找 说不定他都回来了呢 不必了 我刚刚从龙儿的房间出来 他根本就没有在屋里 我想 他现在应该也不会在吧 大姐 不如这样 我们再去找一找 说不定龙儿此时都回来了 也好 走吧 糟糕了 要是他们看到房里有个男人 就完蛋了 你又弄了个什么东西 我施了个法 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没有良心啊 要是你被发现 我也会被拖下水了好不好 你还敢说 要不是你爽约我和龙儿姑娘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我的天哪 你这个人真的是没有良心 早知道这样我就救得不救你 不救救不救 我让你救我了 你这个人真的是活该 我说一句你非要顶十句啊 明明是你跟我说的才是吧 怪了 我怎么有一种你以前 就这样招我麻烦的感觉啊 你才是吗 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 招人烦死了 你上辈子一定是欠我的 我欠你的 要欠也是你欠我的才是吧 拜托 明明是你把龙儿姑娘 通入火壳 你还好意思说 你又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把你通入火壳啊 我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 每次你是一个什么 动物公主就威所俱闻 自以为是随便叫个别人 这 怎么回事 龙儿的房间 怎么会有两个人的声音 龙儿 你回来了呀 我 我和大姐二姐 进来看你了啊 我 我们准备进去了啊 完了完了完了 你赶紧操操操操 操操哪儿 屏风 藏边放 藏边放 不行不行 屏风太阳被发现 帷幕 帷幕也不行 窗底下 快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 大姐 大姐 这门被施了法 推不开 解开它 好 钻进去 钻进去 赶快快快点 你快藏进去 被我大姐发现 你就死定了 那也要看她 有没有这个本事 行了 你快闭嘴吧 赶紧藏吧 你快点 马快点 到 启禀大公主 朱雁首领那边出事了 请你赶紧过去一趟 出事了 对 那龙儿这边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走 晶云回魂 地虎天门 开 喂 二姐 三姐 你们怎么来了 龙儿 你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呢 躲哪儿了 什 什么人 怎么可能还有人呢 我 这 我刚刚明明听见 有两个人的声音 没有 没错 我刚才明明也听见了 谁在和你说话呢 这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谁的声音啊 是只有我一个人啊 我 二姐是这样的 刚才呢 我是在念书 为了好好揣摩书中人物的心境啊 我就换了一种声音来念 就是这样的 对 你说的是真的 可不是真的吗 你听二姐 对不对 大姐不是最讨厌我偷偷跑出去玩吗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读书 习字 修身 养性 闲暇之余 我还可以天马行空地 整理整理思绪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原来如此啊 二姐 看来 我们确实误会笼儿了嘛 是啊是啊 不对 我刚刚明明听见 有两个人的声音 他一定在这儿 二姐 真的没有 这儿也没有 这儿也没有 娘 不要吓唬尝了 二姐 二姐 这儿也没有 灵溪怎么一转眼不见了呢 二姐 我 我就说没人的 你不信 你就不相信我 可给我气死了 那你为什么一直朝床下看 你在床下藏了什么 我 你看 我就说瞒不过二姐吧 二姐 我这不是肚子饿了吗 我就去厨房偷了点凉膏吃 我就怕大姐说我沉嘴 说我偷偷溜出去找东西吃 怕她怪罪我 所以我才藏到床底下的 那凉膏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 凉膏 凉膏在床底下 没有吗 怎么会没有了呢 三姐 三姐 应该是我没有放好 然后被小耗子给拖走了 我的凉膏还没吃呢 就被小耗子给拖走了 而且 我再也不敢了 一会儿就别跟大姐说了呗 龙儿啊 龙儿啊 你说说你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长进呢 害得我和二姐在这儿跟你浪费这么多时间 你 我看 就应该在这里一个人好好反省反省 是是是 我一个人反省反省 以后有事早些说 还有 三妹 不准到处乱跑 我不跑 我不跑 我待着 三妹 我们走吧 不凉膏 怎么可能 没有呢 真的没有了 怎么会呢 我进来了 这什么地方 你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出口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出口 怎么 奇怪了 明明前两天都还看得到公主登基成为女王 怎么这才一两天的功夫 就找不到公主的下落了呢 公主 千万不要出事才好